哈喽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分享棉花糖西多士的做法 首先准备好两片吐司,然后放上喜欢吃口味的棉花糖 然后找一颗鸡蛋打散 接着,把加好棉花糖的吐司每一面都浸到蛋液中,蘸均匀 尽量不要留死角 煎好之后,锅内放油,油热下入吐司 把每一面都要煎到 煎的时候注意棉花糖不要掉出来,可以用铲子稍微辅助一下 在风口处,如果有剩余的蛋液,也可以重新煎一煎 这样把边封一封,更扎实 做好了,切开看一看 今天的棉花糖吐司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欢迎订阅我的频道,仰望美食 也欢迎为我点赞,传发,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